谁拿了红苹果 瑞典的杨洛夫柱 赵青翻译 希望这个视频大家挑选出记忆学医治者的帮助 老独手册呢 还有 OK 有新的帮助去知识购买正版 然后就自己研究吧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这一般咬着这个苹果 有一个穿调味西装的老头碰巧 路过一家水果店 他想要不要去买个苹果吃吧 于是他走进了店里 水果店老板觉得老头很好骗 拿出一个塑料做的青苹果都在说 这种苹果味道特别好 不过要在太阳下晒一会儿 变红了才好吃 老头心以为真就把苹果买了下来 水果店老板偷偷笑着回到自家院子里 这里乱七八糟的 他真是漫漫糊糊什么都不在乎 不过对 不过对 只有一件事的特别在乎 就在他院子里的那个红苹果 哦 一棵树上就一个 这苹果长得又红又淡 谁看了谁眼馋 要是送去参加水果展览会 准能得第一 等于他是一个小店 但是有一个大院子 厉害了 穿调味西装的老头转身往家走 他买的苹果可得不了奖 怎么着转手那个苹果肯定到他手里了 老头心想想要好东西就得有耐心 多等一会儿也不怕 他把苹果放在窗台上 等着他在阳光下慢慢变红 老头开始全身贯注的做他的传模 完全没有注意周围发生的一切 哎呦 蹦 苹果掉下来 砸中了老奶奶的头 老奶奶大叫一声 吓得小猫咪穿上了树 小男孩帕尔刚好经过 老奶奶的心想就是他扔的 朝帕尔大吼下来 帕尔受了冤枉 哭着往家跑 应该是无数奇葩的那个线搭在一起 正巧校长开着新车驶着过来 猛然看见派尔跑上街赶紧急刹车 汽车没刹住 冲进了水果店老板的院子 这个因果关心 那个疯狂的苹果 一个苹果引起的血 院子的围栏撞坏了 水果店老板气得火冒三丈 校长也非常生气 他的新车也毁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小学生贝提尔 他正骑着自行车去学校 贝提尔看见了那个红苹果 心想把它送给老师 也许能为我讨个好分数 这个菜也贿赂了 科系老师正在发火 又大又红的苹果 他看都不看 因为同学们都不好好上课 他们在往哪儿瞧呢 原来来了个警察 他问 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坏人 他长着落腮胡子 戴着墨镜 啊哦 这是刚才取钱的那个人 他在这儿 贝提尔大声叫道 坏蛋吓得赶紧逃跑 我贼不走空 还拿着苹果 幸好坏蛋没跑掉 苹果飞了出去 正好落在消防员手里 两个消防员要去帮老奶奶抓树上的小猫咪 小猫咪完咬了一口红苹果 啊真是太好吃了 为了把小猫咪抱下树 小猫咪把苹果放在了窗台上 老头做好了传模 转头看到红苹果 又惊又喜 我的苹果变红了 它可真漂亮啊 但他还是有一点点生气 因为居然有人在苹果上咬了一口 真是你 你这个坏家伙 老头对鹦鹉说 你不应该偷吃别人的苹果 不过老头很快就消了气 天气这么好 他打算去散散步 顺便再去趟水果店 好好谢谢老板 这个苹果真是好吃极啊 谢谢你 老头对水果店老板说 老板转身一瞧 哎呀我的红苹果哪去了 穿条文西装的老头继续散步 水果店老板则坐在苹果树前想啊想啊 他想翻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也不能教授他非那么明白不可呀 这是穿条文山的老头 有点叫穿条文山的男孩 啊丁丁力行记 创作我被誉为瑞淀版丁丁力行记 我自己在动画平常说的可思 他这有相机 哦 ok 希望考虑好棒吧 希望观众从小开始 youtube全身学习 考梦的学习的高科师 Peace